中文大學校長 阿曹 你好 Hello老師 今天我們要關注一下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 她剛剛發生意 昨天說她要辭職 下年一月份就要離開 前幾天未告半個月 中大學董委大人解僱了副校長 說不輸陪 那段崇智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他也主動關心學生的協調 會幫助被捕的學生 那些建制派罵他 包庇學生 所以中文大學那時候 被外面稱為暴動大學 現在就 不過他中文大學之後 有些後董會要改組 所以現在感覺上 段崇智還有12個月未做滿期 那為什麼大人之間要做呢 是不是裡面有什麼問題呢 阿曹 其實她的約 今年已經到期了 她剛剛才開始新任的校長 三年 其實是去年做約的 如果她整個任期來說 就不是很多 三年而已 如果穿了這麼短的合約 可以反映到其實 校董會都不是太信任她 或者一邊在找到人之前 其實就是先用著 一向都是 建制、政府、 尤其是梁振英 都沒有停過去追擊她 其實在去年 中大就通過了新的大學條例 這個大學條例同時間 主要是針對管治教育 做一些改革 所謂改革就是校董會的組成 一向我們就說 其實香港的大學 很強調這個院校自主 這個是體驗在校董會的組成上面 以往校董會的組成大概是校內的代表 一比一 校內比校外代表一比一 三個對三個 現在整個校董會的人數就減少了 五十五個減少了三十四 現在就是關於校外的代表 以往就是校外對校內就是三比三 現在改革了之後就是去到四比二 四個校外而兩個校內 即是說以往我們來說 可以體驗到在院校自主 在校內的情況 起碼就是校外和校內有一個平衡 代表校外當然是特首委任的那些校董 這些多數是立法會議員來的 校內的那些 其實都不是多數 基本上全部都是校友來的 那就變成了 那就變成了 起碼就不會說 院校裡面自己 就有院校裡面的人獨大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特首委任的人獨大 這樣有一個平衡在這裡 那現在你改了之後 就變成了 院校代表 就永遠變成了少數 那即是說 那沒有啊 你以後就變成了一個花瓶 建制的花瓶 他給你有院校的代表 就是給你有校友的代表 但是這幫人 就永遠都是少數 變成了純粹的正式存在 那現在段崇智就說辭職 那我相信這個他是被迫走的 那包括在上個月 就是解僱了吳薯培這個例子 那就是擺到明 講到明就是清算他 在去年通過那個新的中大條例之前 那其實他現在的校董會主席查日超 就指控改 就是說他拚了策 那他有立場 是沒有中立 那麼就失去了這個 就是校董會的信任 那麼就站在那個校友那邊 那變成呢 就是說要辭去職任 甚至乎那時候 其實是解僱他的方法 非常粗暴 是即日申考 就不給通知 他連他自己都不給知會 那好了 那這件事之後呢 其實那時候我都已經是 就已經覺得 下段數字那頭很近的了 因為其實呢 在之前呢 正正就在去年大概是 差不多接近在九月的時候 八月的時候 八月的時候呢 就是其實在這個立法會通過了 這個新的這個中大條例之後 那就是他老婆 那就是被這個ICAC查 那因為他老婆呢 就其實是 在這個醫學院那邊呢 就有擔當要職的 那正正就是因為那時候呢 就被查 而那時候很奇怪的 因為ICAC呢 就高調去宣佈 就是他發了新聞稿 就是說他有查他老婆啊 就是有沒有涉貪啊 這個問題上面 那他老婆就是叫做羅文雅 那就是大家都覺得很意外 喂 怎麼搞的 因為ICAC的個案 做事沒有可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認真查人的話呢 你這樣單聲的話呢 就變成打草驚蛇 但是你竟然好像是大陸那樣 去公開自己調查一個人 其實已經對他造成了不公 第一造成了不公 那些人就對他有了一個 就是這個負面的印象 第二就是 其實這個違反了那個ICAC的做法 就打草驚蛇 就讓他有所防備 可能會毀私密跡啊 防外司法公正啊 那所以呢 就是那時候的做法 我已經覺得是一個政治干預來的 而當時 就是ICAC在8年之後 做了這件事之後 那金瑤基前中大校長金瑤基也有出聲 他說他兩夫妻都是很好的學者來的 那個明星都是很好的 而你中大這樣搞 甚至乎如果要逼走校長的話呢 那這個在國際之間的明星是非常之差的 你對於中大 那也都是對於香港的信譽很差的 那這個就是學術自由呢 那我估計 這件事之後呢 中大那個明星 以至排名 一定會受影 那其實他已經有過這樣的感覺了 而社會上面 其實大多數人都有差不多的想法 但是你看到政權 那整個建制派呢 是無人為何從此發聲的 那就是很密密忍受的 那好像逼他走那樣 那現在確實呢 已經成功逼他走 那他現在已經走了 那都起碼你看到中大校董會呢 都叫做為認同他過往做的事情 那包括創立了第一個在學在職計劃 監督中大醫學院和音樂學院的成立 中大在世界大學的排名裡面呢 有創業的研究表現 在內地和國際合作上面有重大的進展 和領導大學的創新創業和可持續發展 那這個做法呢 我覺得就是成功得了之後呢 那就是叫和平恩壽 嗯 那阿曹都說過 其實他的太太呢 都是去 好像香港人說被請喝咖啡 大陸說被聯記請喝茶 都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就已經有高調去公佈這個訊息 那其實你覺得段崇智教授 一段段崇智校長 他兩夫婦 有些什麼香港政府的年紀不滿意 才會跟他做出這樣的一些 逼走他的行為呢 我看到一些社交媒體 有些香港朋友在那裡議論 累到啊 鬥爭啊 鬥壓段校長 嗯 那就是因為其實段崇智我覺得主要 那個原罪呢 就是2019年的時候呢 撐學生的表演 那其實那時候就是 就是中 就是2019年11月 那警方攻擊中大事件 那這件事呢 當然是全球震撼了 那那時候 那其實你剛才說 就是主動去撐學生 其實這個不是主動的 其實就算是當時那個情況呢 那個 校內呢 那個學生呢 其實很生氣的 就是對校長遲遲不出來 那差不多是最後關頭 是比 其實是比 其實當時 那些副校長組出來的 那正正就是 剛剛被人解僱了 那個爭樹培 其實他們就說 五樹培 就出來 就是去看學生先 那然後 是 我不知道是第二天 還是第一天 就是很硬膀膀的時候 才走出來 那其實那時候他也有些 叫不情不怨 那其實他走出來支持學生 之前都被人叫他叫他 叫他怨狗 但是始終他走出來 那那些學生呢 都給他回憧憶 那甚至乎就是說 他就跟那些警察說 這個配合 但是那些警察當時呢 是非常囂張 甚至在前面呢 在他在場的時候呢 都有射催淚彈 那也都在之後呢 段崇志呢 在那些中大學生 有一位女士 有一位學生 就指控 就是說 有新屋靈事件 有新屋靈性侵事件 甚至乎在他面前哭 那就令到他自己都 就是 都被感動了 那其實他最後最後呢 他都出了一個聲明 他就不是譴責警方 他是要求警方呢 是做一個調查 是要求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整件事 是純粹是這樣而已 都沒有說指定 都沒有說指明 警方是有做錯 但是你看到 剛才的警察社會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囂張 就是這麼惡劣 就是覺得 你連罵我都不行 甚至乎呢 其實在這個 整個 反送中事件完了之後呢 就是這個建制派 以及梁振英 都要求 段崇智 尤其是警察 警察內部呢 這個四個警察協會 是要求 這個 段崇智 去道歉的 那時候是 是整件事完了 整個反送中事件完了 是之後要求他道歉 那梁振英也有出聲 就說他縱容黑暴 是不能原諒的 原諒在大陸的媒體 也有 那些媒體也有報 那當然是不信任他的表現 當時支持過學生 這個情況就有如 在2003年的時候 田北俊的表現 田北俊那時候就是因為 就是他賭歌 那令到23條難民化 那從此呢 就自由黨就沒有運行 那建制派裡面 就催生了一個 新的經文言這件事呢 就是叫做 就是外表商家的一種聲音出現 那現在 中大在這個 就是這個 反送中事件之後 就是正正就得不到中共的信任 就是 其實共產黨就是這樣 尤其是今時今日共產黨 對於習近平的忠誠 是要絕對的 在內地有句說法 就是忠誠不絕對 就叫絕對不忠誠 那段崇智正正就是這樣 他當時所謂支持學生的表現 就是他原罪 但是 其實段崇智是不是真的很支持學生呢 那又沒見到 因為見到近年來 每次在這兩年來 尤其是前年 這個中大開學的時候 有一群學生 在開學日 他們都會出來 遊行示威 那個時候 就正正看到他們示威 他們都會去主動報警 校方是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又重新被人叫做斷狗 但是 就是 你現在 就算 你獲得了重新 這個 之前 也獲得了重新 一個續約之後 那 是兩面不是人 學生不信他 那 建制 也不信他 因為你看到 現在的政府 就自從 林鄭下馬之後 連任之後 中共對香港的政策 裏面的管理 是更加辣 是用了李家超 正正就是一個警察內閣 就是一個警察政權 那 既然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那 他就 一不做 一做就做到很絕 就是要求絕對的忠誠 就是 說真的 他曾經 學生也都 親膚過他段爸爸 是嗎 是 很親切的 是啊 他也是 寶寶出來 對學生的 呼籲 做出一些慰言 你記得 中大女兒 學生 就是那個時候 中大經常會 舉行一些紮毀 要求 校長出來 我記得那時候 學校裡面 都有不少的 一些紮毀 其實 所以出來了會議 其實現在 你覺得 在香港 現在這個政治環境之下 擁抱一下 段崇智校長 那我可不可以再問一下 是誰後面 操刀 要 浸洗 這個校長 實際誰操刀 我不知道 當然是港澳辦 他們是默許的 這個當然是港澳辦 中聯辦的意思 就是沒有意義 就是中聯辦 對於 尤其是香港大學的 所有校長 都是看得很近的 之前 其實 就算在反送中之前 那幾年 都有些媒體傳出來 就說對校長 那些任命 其實是有過問的 有些學者這樣說過 這個我就覺得肯定 你說有沒有操刀 那你一定是有經過西環 但是當然 諮詢有些人來說 那就是 梁振英一定有影響力 因為在反送中前前後後 其實他都咬著那段崇智 不放的 所以這個就沒有什麼意外 我覺得是 不是個別人的行為 只要你是中學 就是香港的大學校長 不會輕鬆 簡直就是 說回現在的香港政府 或者是李家超 經常都不理好那個 不理好那個關愛隊 你這樣看 李家超常常都要提這個關愛隊 大家不知道他為什麼 不過現在都說真的 都有一個隊要退出 不願意做關愛隊 這個都是香港的首次 關愛隊其實有幾百隊 曾經也有人分析 擔心關愛隊成立了之後 會取代未來的區議會 那現在有首次的團隊不聯合 這個認證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所謂不聯合 就是周永勤 周永勤其實就在元朗 那個叫做瑞華小區裡面 就是營運的一個關愛隊 那他的服務範圍就是水位 就是天華村華瑞樓 華友樓 天瑞一村的瑞龍樓 瑞聖樓 其實每一次做這些關愛隊的任期就是兩年 但是呢 雖然說有兩年同期 就是現在你要 原來政府斷藥 可以說是斷藥 可以很粗暴的 但是你看到 這個周永勤 就是自由黨的周永勤 就走出來 就說 他心灰而懶 就說 就是因為選不到 得不到足球 因為他請每個月 每年的經費是要24萬 一年的經費要24萬 就是平均每個月除開 那就是要12萬 就是平均每個月除開 二萬元 二萬元不是很多 二萬元 請人都不夠 就是你要 你要當那些全部是義工 不用出量 那24萬洗一年 你請一個人 就是兩萬元一年 但是關愛隊需要多少人呢 關愛隊來說 按照政府合約 起碼就要六至十二個人 那你想想 除開每個人多少錢呢 就是如果你是 就是 差不多 六個人 就算 五千元一個月 就是 那你如果有辦公室 的話 那就更加不夠 夠不夠給租 要夠錢給租 也未必夠錢請人 所以你做這些事情一定是要倒貼的 但是問題就是很尷尬 關愛隊有沒有法定的權力呢 那你又沒有法定的權力 你純粹是關愛隊 有付出又沒有收穫 其實他們的錢來講 就本身是不多的了 那他就說 正正 他原本 就是周詠騰給我一些啟示 這個就是剛剛第一任 關愛隊沒有多久的 其實是 應該兩年都未夠 那他們就 現在因為過了區議會選舉 哪些人捱到哪些人捱不到呢 其實也有個 就是大家都心裡面有數 因為你選不到區議員的人 就開始計算了 那你要等下一個區議會的任期 要等四年 那你四年裡面 你又沒有一個公職 你又要 你就要拍碼頭 拍一個 就是區議員的碼頭 那自由黨其實在這個 在區議會裡面 選到的真的不多 那個資源跟其他大黨比 就差很遠 那但是自由黨 是不是真的會完全沒有錢呢 自由黨呢 我們知道就是 因為我們所知 它代表商界政黨 那你真的要問一些有錢人 問商界 如果你真的有意義 有存在價值在這裡的話 沒理由賺不到錢 但問題就是你選不到 第一選不到 第二來講 對於商界來說 他們有沒有作用呢 他們有沒有政策影響的功用呢 今時今日真的沒有 你別說區議員 別說關外隊 連區議員的影響政策的能力也沒有 對於商人來說 如果你沒有影響政策的能力 也沒有遊說的能力 即是說你只有做政府的啦啦隊 純粹是賣政府人情 但除此之外 一點公權也沒有 那哪個商界會給錢呢 這個不是說有沒有錢的問題 周永騰就是講了一個表面的情況 就是一個表面上是錢的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個關外隊 如果沒有區議員的話 即是就算有區議員幫助 就算你自己有雙重身份 有區議員 那其實也不是政府的鼓動 現在的區議員就是政府說什麼 你就一定要拍手 你就一定要幫他們宣傳 甚至乎是 因為現在的區議會主席 就不是區議員互選產生 就是民政專員來的 民政專員呢 就會對這一班區議員 民選的區議員 就是會有老闆和伙計的關係 會有Performance Applegial 他會去檢討他們的表現 會交任務給他們做 就是老闆和下屬的關係 那你現在這麼辛辛苦苦 選區又大了三四倍 就是人工又沒有多了 薪金又沒有多了 做事又多了 但是人工不變 以往的公權力本身就不多 現在反而更加少 就是你沒有什麼實際的戰略價值 也是對商人來說 所以他不選 他沒有人 第一他選不到 就是他已經預算了 就是現在的公權力少了 已經預算了 現在還要選不到區議員 更加沒有存在的價值 自由黨 這麼說 區議員已經不太多了 但是是不是應該流少少血脈 就令到自由黨在地區裡 都會有些影響力呢 就是我現在覺得 即使周詠勤這麼資深也好 他都說他退休 其實對於後面撐他的商人來說 都覺得沒有存在意義 我覺得是 周詠勤他本身 周詠勤本身是二年 一六年參選 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都傳出一些風波 他達人之間又棄選了 他就說 他後面的人 怎麼說 很高 有沒有聽到我說話 被恐嚇 是啊 是恐嚇 甚至乎 威脅內自更高層次的部門 比中聯辦和黑社會中更大 之後可能慢慢慢慢 復出水面 可能有些鄉生 何君堯那些 背後都有些痕跡 可以這麼說 其實他現在說真的 周詠勤建制派都不支持他 鄉生都不支持他 他自己本身都是被政府拋棄的一個對象 有沒有影響力 沒有用 沒有用的 你看到靜靜債 改制之後 他已經好像雞辣 食之無味 其之可惜 現在重要的是 其實 因為其實本身 關外隊的經費是這麼少的情況下 他是很難去獨立生存的 他一定會依附一些 比如你一定是金主 一天是區議員 就是令到區議員和關外隊 好像一個班子兩個牌子 這樣存在才可以 獨立存在是不可能的 所以 之前麥美娟 文青局局長麥美娟都說過 我說是被不抓的 那你就自己去找金主 你自己去找資源 他不阻止你這樣做 但其實根本上 他給的這麼少錢 就等於半相鼓勵你這樣做 就是叫你自己去找無勢 找金主 那你第一 你找不到三會祝福 你自然就找不到金主 金主就很老 就真的很現實 就看你有沒有勝算 如果你自己本身 連三會也找不到 你三會找不到三會 就看你拍不拍中碼頭 現在新改制之後 就不只是愛國者 你愛國者就要拍中碼頭 他才給你 那這些祝福怎麼來呢 其實最後就是西環 主要就是有沒有西環 有沒有鄭彥彤的祝福 沒有祝福 我什麼都假的 那自由黨來說 周詠勤就是給了一個例子 我們看了 他的牌 就是現在整個新的選制裡面 爭凳仔這個遊戲 整個自由黨 由周詠勤我們可以看到 自由黨就被哪一代了 其實說真的阿草 這個關愛 對他究竟成立一個月末的究竟是為甚麼 曾經也有人擔心 他是不是變成像北京那邊的朝陽大媽 很細緻地監視香港人的行為 甚至乎入屋 這個我就覺得很明顯是 跟大陸的角度是相同的 在大陸的小區 他們以小區去劃定每一個區 那香港現在也是 它叫做小區 那這些小區 其實它大致上是按選區去崩 那這些選區 那好像大陸那樣 它就劃定了我們的選區 就等於他們的網格 那關愛隊就等於網格園 那在大陸的朝陽大媽 那些網格園 其實主要就是用來監視那些居民 就是出出入入 就是做些百公百婆 就是去篤灰 其實主要就是 就是一種維穩的爪顏 就是他們的名 他們存在的名為 就幫那些關愛的市民 關愛的居民 但是那樣做了多少呢 究竟有沒有一些良好的明星呢 你在去年 就是去年打了兩次 巨風的情況下 關愛隊都是後知後覺的 沒有什麼做出來的 就是明星也不好的 就是給別人的感覺就是擺拍多 做樣多 有姿勢而沒有實際 這幫人是 但是這些是建制趨生出來的 那因為其實大陸呢 其實是亞洲電台也有做過報導 比較 其實大陸就是有一些網格園 這些網格園呢 其實我就是估計 就是過往有一些動員 譬如就在疫情期間 大概是2022年的時候爭拗過 2021左右 應該差不多是 2021至2022之間 那就在大陸行得很成功的 所謂叫做是動態清零 就是把不同的小區管起來 就用一些大伙子管起來 它動員很有效 那當時呢 那有些大陸的專家 包括梁萬年就下來香港 主要就是梁萬年帶了下來香港 就研究在香港呢 做全民的核酸檢測 但是那時候研究過之後 正正就是香港的那種 就是社區動員能力 是做不到這樣 那麽大規模的一個全民檢測的 那自此之後呢 他就覺得 在動員上出了問題 正正就是我們那時候看的信報 其他報紙 看到的消息就是 他們研究過 很認真地研究過 將大陸那套全民檢測的動員 就搬來香港小組 但是做不到,無論是做檢測也好,無論是派發物資也好,都做不到 因為香港不是靠動員的,不是靠小區動員的 因為那些人,香港沒有村長,但是我們有自己選的區議員 那些區議員是不聽政府說的,是自發的 所以你不能夠頭上,上面下一個命令,下面就預備史詞,做什麼都逢迎上義去做 香港是不行的,為了由上至下的動員,在香港可以貫徹執行的話 那他就要安置一些爪牙,作為政權的先眼,就要靠一些關鍵隊 關鍵隊,要enforce,執行,就是那種動員意志,就是要靠關鍵隊 關鍵隊其實就等於那些區議員的部首 那你現在的新的關鍵隊,因為他正正就是經費不足 就要逼你依附那些區議員,他不會取代區議員,因為他經費有限 但是他逼他們依附,就是金柱和區議員 可以叫協助他們,但是同時也都起到一定的制衡能力 就不完全是那些區議員的必須 就是這樣的,我覺得是 這個就是想將大陸的那種動員系統,就是貫徹來香港去做 那說真的,你說錢的問題,中聯辦共產黨就很解決 說真的,是不是?他想做一件事 所以我們下一個話題想說一說就是香港的前元朗區議員林俊 就被拘捕了,那他現在報道就說他好像示現一些騙錢 就是騙政府的一個好像可以申請支援那方面的 不過有一些人又對這個拘捕他也有少少的 怎麼說呢?是懷疑,可以這麼說 因為林俊是民主派的區議員 所以這個也想問一問阿草究竟他是被遷徊呢? 還是真正他真的有事呢?犯了事呢? 其實他現在拘捕一個林俊 之前就是警方拘捕趙薯邦和朱剛偉他們那種行為 就是針對一些黃絲的區議員 就是現在不能做區議員的那些,就是前區議員 就是他們現在很努力地作為一個留下來的人 就是想做一些事情 雖然做不到區議員也好 但是另一種就是扎根於地區 可以自力求生的這些前區議員 其實如果你看到他們 是除了他們自己做得好之外 又可以幫助同路人的 在共產黨眼中這些就是有組織 而且是不聽純目的一些人 因為這個就等於 有點像共產黨 如果我們看共產黨建國之後 在大陸那種反右,清洗異己的行為 其實有些相似的 不會說因為你現在不犯國安法 所有事情都當看不到 不是 就是現在是立了國安法之後 你現在就是在香港裡面 持續地反右 就持續地去警惕 然後去監控那些異己 就把大陸那種長期監控的制度 長期監控維穩的制度 就搬到香港做的 那種監控維穩 香港人就不太熟悉 香港人就過往就是覺得 我不碰觸那個犯法的紅線 那就沒事了 不是的 反右是什麼呢 反右就是看你出身 你是不是自己本身是代表資產級 是不是被標籤了 每一個人在大陸 建國之後都是一個檔案 你有個身份 你有個階級身份 你有個階級成份 只要你被當成是一個地主階級 和油派階級 你就 一輩子就會被制度性歧視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的人 這班就是以前做區議員 代表黃絲的區議員 他們就有個標籤在 每逢大時大節 即使他們不做任何事都好 就會被職監控 在大陸的十一 在大陸的兩會 每逢兩會之前 那些被人拉過的七年九律師 那些維權人士都會被旅遊的 不只是習近平時代 就算是胡錦海時代 這種在大陸 主動出擊的維穩制度 其實是行了很久 只不過香港人不熟悉 以往在大陸行之有效的 那種維穩 主動出擊的維穩制度 維穩的一些行為 現在在香港就做了 就在會議大事大節做 但現在就不是除了大事大節之外 還要行常地監察 你混不成功 如果你混得到 並且將你的所謂同路人組織起來 那他就會 看看你究竟 有沒有去 嘗試過轉法律 然後呢 就去申請政府的一些資助 去賺錢 之前的趙柱幫 就不是申請政府資助 就純粹是因為他們做了保險 做了保險之間 他們又覺得 因為他們幾個 以前不做 就是代表非建制派的 一些年輕的區議員 他又想 將社區組織起來 就是令到 將那些前區議員一起組織起來 就透過保險 然後呢 就在地區裏面 搞一些辦事處地辦 變成了另外區議員 那林鎮這一隻 現在就是去年7月的時候 文匯報就其實已經跟蹤了他們做公道 就說他們在疫情期間 就申請了這個科學卷 科技卷 那你做這個科技卷 當然就是 大概就是 因為他們自己搞了一間搬屋 和裝修公司 叫銅銅搬屋 那這間銅銅搬屋 其實他們在疫情期間 申請科技卷 等於就是 鼓勵那些 即是不同行業 去利用新科技 創新 那他們那時候 就說 申請了24萬 可能大概是沒有跟足程序 就是程序問題 還是怎樣 就說他們犯了法 就叫做詐騙 但是我們剛剛才出現這段新聞 就是剛剛他們才做了聲明 他說林鎮被捕 就是前天水圍區議員 林鎮被捕之後 他就做了以下的聲明 就是說 銅銅搬屋 是跟足香港公司的公司 註冊處成立了一間合法的有限公司 也是一間有報稅 有為員工賣勞工保險 有工強制的公司 他說申請科技券 是跟足申請程序 他說重點是 他說他們公司 申請了將近兩年 只是接收到 那麼 他的公司 就合乎資格申請 預計申請計劃 就是會有24萬批出來 但是 他們這間公司 從來沒有接收過這一筆 從來沒有接收過這一筆資助 是純粹 所謂的騙24萬 是預計的 但是從來沒有到手 他說 而且他自己說 他是依族合法的程序 他說 現在我們看到 打的林鎮 其實就已經看到 那種反偶 是到了一個 第二階段 現在不是說 你看到你做什麼 我就拘捕你什麼 現在就是正常 主動出擊 就好像 他就在你的地窩裡 劃你出來 然後消滅你 改造你 這個就是 這個反右心化 我覺得是 他現在要 你以前的一些 叛黨出來 社會裡面的壞分子 地庫反懷有 當你地庫反懷有 這些壞分子 都找出來了 然後看到你誰能做得到的 就想趕盡殺絕 不只是林鎮 其實你現在放眼看完整個香港 我們說過之前的趙柱幫 趙柱幫和他這幫朋友 這幫區議員 現在是林鎮 還有很多 就是那些書店 就是一堂書店 建山書店 就是上樓的書店 搞完一間又一間 你說那些工業大廈裡面 就是打擊那些黃店 就是他們針對這幫人 叫做黃店的一幫人 就是那種比較是 是靈性 嚴苛的一些這樣的尺度 去對他們執法 對藍店 對建制派 對一般的商人 他們就靜眼開靜眼閉 但是 針對現在這些黃店 就是用最嚴苛的尺度去執法 這個也都在大陸看到 你看到其實大陸 你說 要那些公司 報稅 什麼五年一金那些 其實 你如果要每一間公司的補足 就很難做到三年 在大陸來說 如果你要交足稅 是很難賺到錢 但是這個 其實很多人都會 你做生意都會主動去避 這個就叫做口袋法 那他不對你執法 那他不對你執法的時候 你就以為很好 但是每一個人做生意 其實都可以有原罪 就是他立一個最嚴苛的法律 即是在適當的時候 他看你不順眼的時候 就是依法去拘捕 所謂依法的意思 其實這些在獨裁政權 在不文明的國家 人治的國家 他就會拿來用 說就說依法 但是其實這些口袋罪 他對不同的人就区別對待 他對他不順眼的人 就是最嚴苛的對方 就說依法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在香港 在反送中之後 就是進入了一個新的反右階段 那要對這些 其實已經持續職的 但曾經是黃絲的人 要趕盡殺著 然後他們好像連生存的空間都沒有 那個感覺是這樣的 是不是? 其實那時候辭職的區議員都不少 林俊都辭職了 那個時候很快就辭職了 都辭職了 總之是 說回下一則新聞 大家都知道1月13日 即這個星期六 台灣的總統選舉就開始投票 不過有一個很罕見的信息 就是台灣國防部發布一個防空警報 就說中共的衛星飛如上空 整個台灣人每一個人的手機都響起 好像西文甸 旁邊的所有人同時的手機響起 其實這個你怎麼去解讀台灣國防部的這個動作呢? 嗯 其實這個就是 這件事剛剛發生了幾年 就是發射衛星 這個你見到很多媒體有報 這就真的 他們那個手機的警報是很不錯的 那這個呢 很多人就歸咎於這個民進黨 是不是在選舉前席 製造了一種緊張的氣氛 然後去吹票呢 那會不會好像澳部那樣呢? 也都有人聯想起呢 就是當年 陳水表連任那一年 就是他一顆神秘的子彈 挖過去空口的時候 那是一種澳部的做法 那我就覺得呢 首先 在台灣的國防部呢 就不是黨軍來的 是國軍來的 那就是這個 這個其實是 和大陸不同的 是不是? 那不會說民進黨 可以惡道 他劫持整個軍隊 就可以做一個澳部行為 如果要做的 很容易穿布的 因為民進 就是其實在國軍裡面 除了你說就算有民進黨 也有國民黨 如果你做一個這樣的澳部 是很容易穿布的 那穿布的話 就當然對民進黨很不著數 就是他做這個行為很有風險 有沒有必要 如果真的要澳部的話 有沒有必要他沒有這樣的風險 他做澳部呢? 現在最看好是誰呢? 如果你要去賭的話 現在大業門 一定是賴清德 民進黨是賴清德 現在你在台灣的媒體 包括一些藍營的媒體 TBS 他引述PTT 那些台灣的一些網民 去說這個是公權力界選 這個就是 等於就是說 紫桑馬懷就說這個民進黨 就是在選舉前夕 去界選 首先他就問 界選就是這個動機 以現在賴清德的形勢大好的情況來講 我沒有跟得很緊 但是他領先國民黨 他領先 他領先國民黨 其實都是 都沒有什麼意外 大家都看好 但是如果他自己本身 是形勢大好的情況下 他沒有必要去我報 那我覺得就是 這一個呢 就 就是 起碼國防部自己做決定 我不覺得是界選 我就覺得 就是如果你說動機 是說不通的 第二就是國防部 不是 就是一個民主的政體 台灣都是 那還不是說 民進黨說什麼就什麼 我可以拉心一點 講台灣選舉一點話題 阿草這次 雖然你都說 賴清德 現在的民調都好像理先 但是那個幅度呢 好像不是很高 也有國民黨那邊的 好像有些造勢 有些媒體說 可能國民黨會贏 很容易會贏 那如果這次的選舉的結果 你覺得對台灣 或者兩岸關係 對中 怎麼說呢 對整個世界的格局 會有什麼影響啊 選舉結果 那選舉結果 當然了 其實是影響台灣 和西方國家 那麼就是主要 和美國的關係 還有G7的關係 近的就是和日本的關係 日本在援助台灣的方面,究竟還不會像以前那樣積極呢? 蔡英文這8年內的態度是很清晰的 台灣的國民黨,他們是否有勝算 他們現在做的選舉文宣,如何定調 他們說這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但即使賴清德不說,早前吳蔡英文也提過台灣的選民 在你投票之前,你不如想想香港吧 他不要這種香港式的和平 首先你講和平,就一定要有尊嚴 如果沒有自由的和平,就等於被奴役的台灣 那被奴役的台灣呢? 如果你對於西方國家,美國,日本的關係來說 因為台灣的戰略價值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前線 如果台灣捍衛自己的意志不堅決 真是選了侯友宜出來的話 他真是響應大陸對岸那套叫兩岸一加親 那是否有可能被一些新藍的人物劫持著 是真的會接受大陸的統一呢? 或者接受大陸的談判呢? 那這個呢,西方國家就很緊張了 如果你本身捍衛自己的意志都不足夠的話呢 那就算了 那大家就想一下,就是退居而善 那可能就是在太平洋的防線的平面 因為如果一旦台灣的缺口一破 那之後下來呢 對於第一島鏈來說呢 那之後的防線就去了這個釣魚島那裡 再下去就是南海 那其實是好像骨牌那樣的東西 那美國呢,在亞太區的部署 因為他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個 就是這個叫做印太戰略同盟在那裡 那就守住第一島鏈以至上南海的這些國家 那其實是在太平洋裡面呢 就是抗衡中國的崛起 因為中國在太平洋的那個軍事勢力 如果沒有外力加入的話呢 是主導了整個太平洋 只是說軍費 他是太平洋總軍費的超過一半 根本上是強烈連署 如果美國不加入的話呢 其實就等於整個南海呢 就被這個中國主導了 而中國在整個太平洋裡面來說呢 他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帶一路計劃 去籠略這些國家 如果貿易路線是真的被他壟亂了的時候 那真的呢 他的霸業 就是中共經常說自己不稱霸 但是越是這麼強調的時候呢 就絕對沒有人相信的 因為我們看到很實際的例子 一帶一路的計劃呢 是經濟上沒有行通的 往往最後呢 借出他的錢 收不回來之後呢 他們就變成了 就被中國在那裡建軍 我們看到呢 就是斯里蘭加是這樣 現在太平洋的賭國也是這樣 原本就想在菲律賓裡面 都做這個建設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中共莫財 他的錢都用完了 答應了太多 甚至原本加入了一帶一路的意大利 現在都說退出 那如果 如果 就是給你 就是 這樣的一帶一路這樣的經濟 就是這個經濟有力了的話 然後呢 就給你去換軍港的話 那這個就變成了 就是 這個 中共變成了 整個區內 壟斷了整個影響力 一個缺口 這個就是 就在那裡 這個 開發 是 要